我們今天來講 也是被書上罵到很難聽的 女生只要是這個組合 不管是命宮或夫妻宮的 也是不斷的告訴你說 浪蕩的女人 淫亂的女人 而同量四害未能就是這樣的組合 好 大家好 我們又來到那個 本命夫妻宮 如果放心藥進去 然後心藥如果產生四化 會怎麼解釋它 如果喜歡請分享 按讚小鈴鐺 都介紹給你的朋友 你的分享呢 就是我們繼續錄下去的動力 今天呢我們來講天良心 它有跟天積天同跟太陽 同工或對拱 天積太陰 這個同工或對拱的組合 在司馬地上面呢 它就是一個啊 善良心軟然後照顧人家 照顧一個不夠 還要照顧另外一個 因為照顧一個對他來講是一層不變的 他就要照顧另外一個 很容易就會照顧過頭了 那就是以身度人啊 反正你需要什麼我這麼善良 那你需要我的關心我就關心 需要我的愛心我就愛心 需要我的肉體 那我考慮一下搞不好我也可以 那這個當然是 古書上很喜歡這樣子寫 天良心這一組呢 天良心這一組呢 它在跟天積心會同工或對拱的時候呢 我們在天積心有介紹過 我們今天呢來講也是被 書上罵到很難聽的 女生只要是這個組合 不管是命工或夫妻工的 也是不斷地告訴你說 這個就是一個浪蕩的女人 就是一個淫亂的女人 就是一個人盡可夫的女人 也都是被這樣子講的 在什麼位置呢 天良在這個位置 童良施害位 天童在這個位置 天良跟天童 童工的這一組 童工的這一組比較特別 這一組我們在下一次錄 我們今天專門來講這一組 這一組的組合 不斷地被很多的書講非常不好 男生女生都是 都把它形容成 非常的不安於事啊等等的 那實際上 有上過我的課的 或者是說 有看過我的書的 或者是說有看過我的影片的 都會曉得說 老師我個人非常喜歡這一組 童良施害位 非常喜歡這一組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落差呢 這邊就要講到說 古人對於一個不穩定的人 對於一個不求善進的人 對於一個會希望什麼事情啊 比較照著自己的觀念去做事的人 都是覺得不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要想 華人的社會裡面啊 長時間 數千年的時間是封建主義 皇帝要控制人民 基本上呢 就是要把人民當奴隸這樣在看待的時候 他當然就會希望說 他底下的子民啊 底下的奴隸們啊 要乖乖的聽話的 然後呢 他會想盡辦法 給你一套模式 讓你越乖越好 尤其是在那個 紫薇斗數完成的年代 是在明清兩代 明朝 他繼承的是元朝 而元朝呢 是 所有中國的歷史上 的漢民族最被奴役的朝代 元朝分四等人 漢族是最後一等人 而明朝去繼承了元朝這件事情呢 你覺得明朝的皇帝會想說 哇 驅逐達魯恢復中華之後呢 我們就覺得 嗯 來 大家都可以當人民了嗎 歷代的王朝從來都沒有這個事情發生 包含民國之後也都是這個樣子 江山打下來之後呢 奴隸還是奴隸 皇帝還是皇帝 所以呢 明朝他基本上呢 也是一個高壓統治的朝代 元朝怎麼統治你 我就怎麼統治你 雖然起義的時候告訴你說 欸 跟著我起義會少好一點喔 可是打完之後呢 你還是一樣被奴役 還是一樣動不動就被看偷 一點改變都沒有 那清朝呢 清朝就不用講了 清朝基本上呢 他是繼承了元朝 順治皇帝的媽媽 他基本上呢 有諾爾哈士家族的學童 清朝的皇帝他真正的頭先 他們是滿盟共治 他真正的頭先是滿族跟蒙古族的可汉 漢人對他來講又是一個殖民地 所以明清兩代為什麼會是 東國內外土地上面 歷朝歷代以來 最高壓極權的兩個朝代 的原因也是在這個地方 最容易產生文字慾的也是這個地方 原因其實就在這裡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那個年代的人 他們的思考邏輯 就會很希望 一切都是安穩跟穩定的 都是不要亂動的 因此你會在書上看到 凡事那種有創意的啦 然後有希望改革的啦 有希望有什麼 個人慾望的啦 有希望有什麼想法的啦 有不想要聽話的啦 通通都被罵得 很糟糕 而 銅良四害未能 就是這樣的祝賀 天良心 在斗樹裡面 被視為是 精神的追求 所以他叫做宗教心 也叫老人心嘛 你年紀大才會追求精神嘛 年紀小的時候呢 你只會去追求那個 是不是可以吃得好啊 拔到沒啊 然後工作怎麼樣啊 年紀大的時候呢 你只能擔心啊 自己是不是吃得動啊 跟大小便 會不會順暢啊 這個時候 你人生已經沒什麼好追求 你只能追求精神 所以 天良心 為什麼是老人心 天良心呢 追求精神的層次 精神層次追求他一定的水準之後 就會變成宗教的心要 這個是天良心 為什麼叫宗教心的原因 這樣子的一個人 通常 他的其他的組合 機梁對共的 機梁同工的 太陽天良的 都頗受好評 為什麼 有一個人啊 年紀很小的時候 他就 很懂得精神的追求 然後呢 很希望可以幫助人家 因為他既然追求精神 就不追求財務嘛 所以呢 他就會覺得幫助人家很好啊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人生都要有個天良心的朋友 對不對 因為 借錢不用花 就算要還 還不好意思叫你還 因為他覺得 哎呀 我這麼一個追求精神的人 談錢 這 太丟臉了 當他跟天際性放在一起的時候 當他跟太陽性放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太陽這種庇護性 放在一起的時候 他都頗受好評 都還不錯 唯獨就是在天童的這一組上面 卻被罵得很糟糕 就是因為 這種 我們覺得想要幫助人家 然後我們在經濟上求享受的時候 如果我的內心 是一個天童心 天童心代表什麼 天童心就是赤子之心的意思 赤子之心講的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無所求無所害 然後呢 單純的跟小孩子一樣 那單純跟小孩子一樣 這有什麼不好 有一個 追求精神的人 但他精神如果像小孩子一樣 好處當然就是這個孩子 如果乖乖巧巧都沒事 如果這個孩子任性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說 你實在是讓人難以捉摸 對不對 我相信 疫情期間 很多媽媽都對 天童這種小孩子讓人難以捉摸 很有感受 你到底要怎樣 那如果本來 我這種老人的心情 然後呢 我願意幫助人家 可是呢 我們剛剛講的 這種 天良心的宗教心 老人心情 願意幫助人家 跟 這個東西的由來 其實來自於 天良心是一個 人對精神追求 而產生出來的一個 邊際效應 但是呢 我的這個精神追求 如果是來自於 我希望 像天童一樣 我的內心像天童 我希望 要像天童一樣 可以自由自在 沒有拘束 可以隨心所欲 我也不跟你爭奪 但是呢 我也希望你可以尊重我 這樣子的心態的時候呢 他就不符合 傳統文化上面 那一種 老人 宗教或者是 這樣子的概念 因為 感覺上這些人 你要像太陽一樣幫助人家 對不對 尤其是那個 太陽落線天良在我的那個 那你要像天童一樣 要多幫人家想想 然後策劃謀略 可是天童呢 他卻要的不是這些東西 那因為價值上的衝突 這一組就會被人家講的 不是很好 可是實際上 你回頭過來看 他就是一個追尋自己 內心想法的一個人 而且這一組人呢 不管是天良還是天童 通常都 為什麼呢 因為 他要追求自己的精神層次 所以呢 他希望去了解很多的事物 那天童星呢 因為啊 他不排斥 任何的學習機會 像我們剛剛講的嘛 天童的特質就是 我不會去要求人家 然後呢 我也不會去排斥 一些事情 因為我希望我生活是自在的 那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這一類的人呢 通常懂的東西就很多 尤其是那種 大家平常覺得啊 沒什麼 需要的那種知識 垃圾知識 他們學的很多都不是那種 什麼考試要的啊 或是什麼那個 升官要用的 都是一些 比較精神層面的 歷史的啊 然後一些像 剛剛 我說那個 孫智皇帝的媽 他有 陳吉思汗 家族的血統 這個你就不知道吧 對不對 他會知道很多這種 雜七雜八的知識 要來滿足他的心靈 要來滿足他的生活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這個人如果他的感情態度 是這個樣子 當然 也就會讓 另外一半 覺得說 他好像是 不好掌握的 剛開始在一起的都覺得 哇浪漫 然後懂得很多 然後會照顧人 也不會 太會 吃醋 或是太會 跟你吵架 可是久而久之你會發現說 他好像對大家都這個樣子 傳統的那種封建思想下 女人跟我談戀愛就是我的 資產的時候呢 你當然就受不了這樣子的女人 天良心啊 在夫妻公上面 對公是天童的 算是一個 還不錯的行人 展現出來的呢 像天童一樣有桃花 善良 然後那個 好相處 而且呢自己本身的個性上又懂得照顧人 因為有天良心 個性比較成熟一點 在情感上面呢 真的要講的缺點就是 他會比較希望 你可以跟他一樣 一樣要剝削 很多東西談得來 要比較有精神層面 然後呢 要比較能夠跟著他到處去看世界 他不喜歡那種 呆滯的那樣子的感情狀況 天良呢 會有哪些私化 畫路 畫泉 畫科 不會畫技 還好 我們現在要講畫科 畫科當然就是個愛命子的老人嘛 對不對 所以畫科呢 基本上啊 一樣的 你就要給他比較多的尊重 他會更加的去 希望要能夠在精神層面會得到滿足 因為那個畫科是個彰顯的概念嘛 然後是一個 在乎 人家是不是尊重他的概念 那如果是畫泉呢 畫泉呢 常常人家講說 那個 P音星 都不要有畫泉的概念 P音星有哪三顆 太陽太陽跟天亮 這種P音星 不管是爸爸媽媽或老人 只要一畫泉呢 都會有個特質叫做 就是我們常說的嘛 P音叫做照顧你嘛 不管是爸爸的照顧 媽媽的照顧 還是老人家的照顧 只要照顧這件事情變成是畫泉 他就有可能偏向控制 有可能偏向控制 所以當他畫泉的時候呢 也就表示說 他在情感上面 要比較希望 是能夠照他的意思走 會不會有那一種 當他畫泉的時候呢 因為他在四馬地上面嘛 那古人就覺得說 你在四馬地上面啊 然後你在那邊有桃花啊 然後你又怎麼都 怎麼這麼多事情啊 然後你又想要到處關心人家 同樣的你也容易變成那種 關心到最後之後呢 你就跑去亂來 那畫泉之後會不會就穩定了呢 不一定 因為畫泉是 他自己在桿上畫泉啊 我覺得我這樣叫穩定啊 我覺得我可以是照顧兩個人啊 所以那可能跟你想像文明不太一樣 當天良在畫泉的時候呢 他就比較容易有這種想要控制對方的狀況 但是他自己卻沒有想要 說那我自己要有多乖或多安定 那這個是畫泉的情況 那如果是畫露呢 如果是畫露呢 畫露 同梁四海味 不斷的會被人家 批評的很不好 在情感上面 坦白說 坦白說 其實啊 被批評的最糟糕的 應該是天童 在夫妻宮 天良在 關露宮的 我的感情 浪漫 無所求 然後無所爭 然後跟大家都很好 而且我在工作上會幫助人家 這種人呢 多容易有桃花 那顛倒過來的這一組 坦白說其實是 還好的 他只是說 我的感情上 很願意照顧人家 但是我成熟 我想很多事情 可是我展現出來的 好像跟大家很好 比較嚴重的應該是天童的那一組 天良這一組呢 相對好很多 但是如果讓他畫露的時候 那就表示說 我很容易因為 我的這種願意照顧人家 而讓我有很多的 感情上面的 機會 讓我很多的感情上面的機會 那當然 我很多感情上面的機會 我在情感上面呢 也比較不跟人家爭 我當然就很容易呢 去接受別人的感情 即便 他可能已經是有老公的人 或者是他可能已經有老婆的人 那 因為呢 我本來就沒有打算跟你爭啊 對不對 我跟你在一起 就是我想要照顧你嘛 然後 我覺得很開心嘛 那那個 你有另外一半 我也沒有打算跟他爭啊 對 這種 我想要照顧人 而我又不予爭奪的這種 對公是天童 再加上他天良帶的路 然後再加上 環境給了他機會 大家記得一件事 我們今天講的是 本命盤 所以都還是要去砍運線盤 有沒有給這樣的機會出現 如果這些條件 有了 那就會 有這樣子的情況會發生 否則那他就是放在心裡面啊 長年教育小子告訴他說 你要很乖嘛 所以呢 有的時候啊 我們在看 新鑰的組合的時候啊 要很全面性的去看他 本命盤上面呢 我們可以知道說 他會有這樣的特質存在 那同樣的呢 那些在書上告訴你說啊 這樣子是不道德的男人 或是 那個很容易出軌的女人 其實 都是一種比較偏頗的說法 我們只能說 他在情感上面有這樣的需要 那如果 你了解了 他的這個潘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他情感上有這樣的需要 那我就供給他這個需要 自然而然 他就會 一直乖乖在你的身邊嘛 這才是一個 愛人的真正的表現啊 好 謝謝大家 把 疑 啊 如果 的話 來 底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